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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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了 美人眼睛吧 最近演藝圈真的是喜事一樁 接著一樁 好開心喔 你看除了周總和昆凌之外 隨唐搭的女神也嫁為人妻 還有江美琪的親愛的也到她身邊了 妳的親愛的 她終於來到妳身邊 對 我發現演藝圈的喜事 真的是都會傳染的對不對 沒錯 而且妳知道其實結婚這種說 大家都會想要當成那種獨一無二的新娘 沒想到竟然有人敢跟周杰倫 還有昆凌在同一天結婚 不過她的排場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完全不輸他們 對 這位女主角就是台灣第一名媛 孫芸芸的姐姐孫瑩瑩 而且她家的對象 來頭不小 是超過 身家超過百億的軍火商 超厲害的 重點是當場的明星實在太誇張了 妳真的會超想看到的 所以我們趕快來介紹一下 今天到底有什麼趣呢 沒錯 在周董舉行古堡婚禮的同時 還有一個人也嫁了 就是名媛孫芸芸的姐姐 今年三十八歲結過一次婚 有個十歲兒子的孫芸芸 其實平常苦難從她零八年離婚後 就很關注她 除了精心保養的好身材 還有她自然大方的氣質跟作風 完全不輸孫芸芸啊 這次孫芸芸特別選在了美國時間十七日 也就是自己生日當天 來了個雙喜名門 二婚嫁給了交往六年小她六歲的男友 百億身家軍火商李華德的獨子 小份李士凡 嘿 這個我熟 李華德是波蘭伊 被稱為台版軍火之王 外界粗骨身下百億台幣起票的她 平常低調不露面 而她未來婆婆叫孫玲華 人稱Judie孫 是名媛界的掌門級人物 時常出席走跳各大時尚活動 最有名的就是穿著豹乳裝 跟知交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一起出席婚禮啦 而這次孫瑩瑩跟小份 在名流雲集的比佛麗山莊 特別舉辦的九十九人婚禮趴 也是出自她一手策劃的啦 說回這婚禮趴 來來來給你們看看這內裝 一整個就是閃瞎人的典雅奢華風啊 現場更是眾星雲集不輸周董 除了感情深厚的妹妹孫芸芸 以及弟弟孫智宏之外 平常比較少上百面的堂妹孫姨 也到場囉 當然名媛幫的成員也沒有缺席唷 還有當天蕭雅軒也帶著男友 Elray來見習 合照中還發現 張愛家的兒子王令辰 還有她女友最聰明的官三代 陳穎潔也在其中 But湖南發現最大咖的 應該是出現在After Party的她 臉文明關頭系列的太極哥 你也是親朋好友之一啊 虎南再開個小外掛 這Party還有這台 在電影裡才會出現的Party發生 不愧是上流社會 連玩都這麼專業啊 不過最引人注意的 其實是孫盈盈這一套婚紗 仔細看看 這竟然是黑白配啊 嘿 告訴你 這黑婚紗可是出自 好萊塢女星最想要的婚紗設計師 Vera One的作品啊 像是劉嘉玲 徐若萱 侯佩陳 以及艾維爾 跟貝嫂維多利亞 她們穿的都是Vera One的呀 而且現在最Fashion的就是黑婚紗 包括黃小柔 孟家慧 還有艾維爾接第二次婚時 穿的也都是黑的 讓虎南告訴你們 黑色在西班牙代表的是忠貞 當婚紗也是絕對OK的啦 押虎的棒網友表示 男友好香麵包超人好可愛不到